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是耶稣的话 这是给我们所有人的警告 耶稣说将会有地球上从未发生过的大灾难 有些人认为这些所发生的一切灾难 世界目前正经历的许多患难 表明我们已经在大灾难中了 这是不正确的 世人确实经历各种患难 但耶稣在这里所指的大灾难是世人从未经历过的 让我们看看这场灾难对人类来说有多困难 启示录第九章第六节 在那些日子 人要求死 绝不得死 愿意死 死却远避他们 这与启示录九章中的第五个号角期间的背景不同 在那里亚巴顿也被称为亚波伦 他将带着他的蝗虫大军从地球的深处出现 一些圣经学者对这节经文的真正含义有不同见解 但大多数圣经学者都同意在大灾难期间 将会有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 在大灾难期间 死亡本身将被从史上剔除 没有人能够找到它 这是启示录中最可怕的经文之一 用来揭示大灾难的严重性 大灾难前连死亡都无法找到 那将是多么痛苦的煎熬 第五位天使吹号 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 他开了无底坑 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 有能力赐给他们 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他们说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 并一切树木 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 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这痛苦就像蝎子是人的痛苦一样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 头上戴的好像金冠面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胸前有甲 好像铁甲 他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有尾巴像蝎子 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 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 按着西伯来话 名叫亚巴顿 西利尼话 名叫亚波伦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 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启示录九章一到十二节 在第五位天使吹响号角时 天上一颗星就会降临地上 打开冒着碧天黑烟的无底深坑 然后以亚巴顿为首的蝗虫大军要出来 让有受印的人类受折磨五个月 在大灾难发生之前 教会的被提将会发生 铁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九节说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 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因此 大灾难不是为了让信徒体验 在上帝的愤怒倾倒在地球上之前 信徒必将被提离开这世界 被提尚未发生 但它将是地球上经历过的最突然的事件 它会在分秒内发生 被提没有具体日期 转眼间就会发生 一眨眼的时间信徒将会被提上天空 当你现在听我说话时 它也可能会发生 在一瞬间 你会看到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掀起来 你或许会看到一百年前活着的人掀起来 还有那些看起来像是生活在一千年前的人 他们首先上升 如果你真的是在神里面重生的孩子 你会在他们之后上升 在天空中与主相遇 铁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节说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死去的信徒会从坟墓中升起 他们首先被提 然后我们活着的人也会被提 因此在被提时 主不会降临到地球上 而是我们将升上天空 这是信徒的被提 不信者将不会参与其中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 就在一煞时 眨眼之间 号筒莫似吹响的时候 一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你会被改变 你难道不盼望被改变吗 被改变 被转化 被赐予一个荣耀的身体 一个没有罪 没有污点 没有瑕疵的身体 一个不会疲倦的身体 一个永远健康的身体 一个不受死亡影响的身体 一个永生的身体 这甚至还不是被提最好的部分 被提最好的部分是 你将永远与主耶稣 基督同在 而那是每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的愿望 当被提发生时 如此多的人突然消失 整个世界都会震惊 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在听的人的恳求 被提是个奥秘 它会在出乎意料的时间发生 当世界上所有人最没有预料到的时候 那就是它发生的时候 马太福音24章29和30节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 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我们不知道 基督什么时候会在他的荣耀里出现 接我们到天上去 但我们知道它肯定会发生 这是一个将要实现的预言 圣经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这一点 被提是一个毫无疑问会发生的事件 圣经告诉我们 有两个人从未尝过死亡的滋味 但他们变了形 创世纪5章24节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取去 他就不在世了 在猎王记下2章11节也提到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悠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成旋风升天去了 如果这些旧约的人 可以在不品尝死亡的情况下被提 那么被提就更有可能了 不要混混顿顿地过你的生活 基督会像夜里的贼一样 突然地降临 你要做好准备 由于被提将是一个 突然且不会在发生前宣布的事件 因此所有的信徒 必须时刻小心 时刻准备好 因为号角可以在我们最不起望他的时候 随时吹响 但那日子 那时尘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自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自降临也要这样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 娶娶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 己更天有贼来 就必警醒 不容人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自就来了 马太福音24章36-44节